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咱们再绕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源 咱们之前说过了这个LMDB数据源 LMDB主要用来做分类的 就是说咱们一个数据一个data对应一个label 要么它就属于0这个类 要么它就属于1这个类 那么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现在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给大家还是画一下 我现在是虚拟机开时间有点长 已经比较卡了 就是说咱们一个数据 假设说现在咱们不要去做 说咱们这个数据它是什么 咱们要做另外一个事 比如说咱们对于它的五官 比如说一个人 我们要去找一下 我们要去看它的眼睛在什么地方 鼻子在什么地方 两个嘴角分别在什么地方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的事 咱们现在不简简单单的 就是一个分类任务了 咱们要做的是一个回归任务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比如说咱们之前LMDB 是吧 咱们的label是什么样 咱们的label就是说 要么它是0这个类 要么是第一这个类 要么是第二这个类 是吧 不管是什么 反正它只可能是 这几个类当中的一种 是吧 那对于咱们现在任务来说呢 咱们现在啊 假设说 咱们现在要做一个 找到一个人脸上五个关键点 是吧 看一下你眼睛在哪啊 鼻子在哪啊 两个嘴角在哪 是吧 那么咱们现在新的label是什么样子啊 咱们现在的label是不是说 哎 你有两个眼睛是吧 哎 两个眼睛的坐标 爱一的坐标是吧 比如说是15 30 是吧 一个x坐标 一个y坐标 然后呢 又左眼坐标完了 右眼的坐标 然后呢 还有个鼻子的坐标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个嘴的坐标 是吧 M1 M2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需要什么 咱们现在新的label啊 是五个点 是吧 每个点呢 有x坐标 有y的坐标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新的label 是十个值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要做的 不简简单单的 是一个分类任务了 咱们现在要找关键点 是吧 也就是说 哎呀 咱们现在label不是一个了 是好多个label 是吧 那么对于这种多label问题啊 咱们该怎么做呢 那么咱们今天这节课的主题啊 就是教大家 咱们怎么解决多label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啊 咱们还是 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源 是吧 咱们之前说过了 就是说 有一种数据源啊 叫做HDF5 咱们这节课 不去深究这个HDF5是什么 咱们只是给大家讲 咱们卡币啊 怎么去解决这个多label的问题 啊 就是说一个多label任务来了 咱们该怎么做呢 最简单啊 也是最直接的做法 就是说 咱们直接使用卡币给咱们提供的这个HDF5数据源啊 咱们简单来看一下 要用这个HDF5数据源啊 咱们这里需要指定一个type 就是说咱们首先要指定它是type是HDF5的一个data是吧 然后呢咱们来看啊它的data的一些格式是吧 这个batch size batch size跟咱们这个lmdb的batch size啊是一个事儿 然后呢 这里啊需要咱们指定一个源 那么咱们这节课啊 就是说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咱们怎么样制作这个HDF5这个源 好 那么首先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数据长什么样子啊 这个多label的数据啊 我找一下应该是在这个HDF5里啊 就是这呢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啊 假设说咱们现在有这样三个图像是吧 那么这三个图像就是三个人点 然后呢 咱们的label就是说眼睛的坐标 鼻子的坐标以及嘴的坐标是吧 我们看一下咱们的label文件啊 这是我简单写的一下这个啊 这个就是咱们的label文件 就是说现在啊 有三个图像是吧 1.jpg 2.jpg 3.jpg 那么咱们该怎么写的label呢 哎 就是说啊 咱们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吧 哎 比如说你五个点是吧 我们这个11和78代表左眼睛的坐标 62 71代表右眼睛 哎 这个84 65代表鼻子 哎 这个代表左嘴角 这个代表右嘴角 是吧 也就是说啊 每一个点 它是由两个坐标来组成的 那么咱们啊 就是说坐标 哎 要按照同样的顺序 就是说啊 你第一个图像是这个是代表左眼睛 那么第二个图像来说啊 就是说同一列上的坐标 都是代表相应的一个事 是吧 咱们不能把这个顺序给它打乱 是吧 咱们一定就是说 哎 第一个就是说代表是眼睛 那么第二个代表是右眼睛 第三个代表鼻子 是吧 每一个图像都需要按照这样的顺序 进行排下来 那么现在啊 就是说咱们有了这样一个label文件 那么咱们该怎么样去制作这个hdf数据员呢 下面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代码啊 先来整体看一下 这个代码量 其实也不是很大 我一行一行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咱们怎么样把这个hdf数据员给它造出来 那么首先呢 要做这个hdf数据员啊 咱们最主要的是依赖什么 最主要的依赖就是这个库是吧 h5py 那么大家首先需要把这个库给搞定 如果大家是无邦兔系统啊 那么这个库啊 已经是默认安装好了了 那么如果大家是windows啊 我觉得啊 并不太确定windows下 是不是直接装好这个库啊 大家可以拿这个代码实际运行一下 如果说啊 运行这个代码的时候说没有找到这个库 那么咱们就是说 需要先把这个h5py这个库啊 先简单的装一下啊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难度 那么在这里啊 我首先指定了一个rootpass啊 就是说 这个rootpass啊 就是说咱们的图像啊 存在什么地方 是吧 比如说这三个图像 我就存在了这个位置 然后呢 对于存在这个位置的图像啊 首先我要把咱们的这个啊 点tlt 这个点tlt呢 就是咱们刚才看的这个 内部文件是吧 我先把这个为内部文件给它打开 然后呢 对于内部上的文件啊 我这些啊 这些简单的操作我就不说了 就是说 呃这个num啊 代表咱们一共有多少个数据啊 然后呢 咱们要对咱们那个数据啊 进行一个shuffer 就是说洗牌是吧 比如说原来是按照123排序的 那么我们洗完牌可能是231是吧 就是把咱们的顺序啊 打乱一下是吧 只是简简单单的把样本的顺序打乱一下 然后看这里啊 这里是重点 就是说啊 首先我要造两个东西出来是吧 一个是imagines 一个是labels啊 就是说 对于咱们的数据来说 咱们是不是有data有label是吧 那么咱们啊 首先要把这个data和label都造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 我先用np np就numpy啊 用numpy那个cool np.zerons啊 就是说 先造一个都是0的矩阵是吧 哎 我先通过一个都是0的矩阵 我看啊 就是说这里这个24和这个24啊 就代表着我希望造出来的这个hdf5这个数据源里边啊 每一个data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大 是吧 我这里啊 我希望它都是24和24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就定义成一个死值 把这些东西啊都定义成24乘以24的 然后呢这个numper就是说 呃你咱们这个数据源里啊 有多少个数据 咱们这个numper就写多大 是吧 比如说呃通过你这个刚才label文件 咱们看到了 咱们有三个数 咱们有三个数据 是吧 所以说这里啊 这个numper就是等于一个你的数据量 然后呢 咱们先要把这个data啊 就是这个data的数据和label的数据啊 都给定义好 是吧 咱们的这个label数据啊 刚才说了 就是说呃一张图像 咱们是不是有十个十个坐标组成的 是吧 五个点 每个点有两个坐标 所以说啊 所以说呢 一共是十个坐标值 那么这个label的大小就是numper乘以十 是吧 有numper行 每行呢 有十列 是吧 这十列啊 代表着咱们十个label 然后啊 咱们就要啊 下面这一步 我再解释一下 这个复循环底啊 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啊 做了这么 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首先啊 我要用这个cv2 就是opencv啊 把咱们刚才的 哎 看的这三个图像啊 给读进来 是吧 咱们先把图像给读进来 才能拿到它的数据 是吧 那么前面这一步啊 就是说要找它的路径 这个rootpass 加上咱们的一个切分 哎 这个切分呢 就是说要把咱们图像的一个名字找到 那么整体啊 上面这一步就是说 我是通过一个切分的操作 在你这个 说白了 就是说在这个文件里 我找到1.jpg 找到2.jpg 找到3.jpg 就是把这三个东西啊 找到手 然后找到手之后呢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路径找到了 有了路径之后 咱们就可以用cv2啊 把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三个图片 分别给它读进来 是吧 读进来之后啊 因为咱们的图片大小啊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里啊 我需要做一个resize的操作 哎 比如说这里啊 我想让得到的HDF5的圆啊 它最终得到的大小是224乘24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就给它resize乘一个224乘24的了 然后啊 就是说 这里啊 还需要做一些 还需要做一些变换是吧 因为呢 咱们卡贝啊 一般是什么样的格式啊 咱们卡贝是 C乘H乘W是吧 但是呢 咱们这个OpenCV啊 读完了是 H乘W乘以C 是吧 所以说呢 咱们要把这个C啊 也就是Channel 那个通道数啊 给它提前 所以说啊 这里我们又做了一个 Transpose的操作 然后做完这个Transpose的操作之后啊 咱们还要做一个东西 是吧 咱们还需要指定一下子 就是说 这行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们从第1个开始 我们就要告诉 咱们就要在这里啊 告诉一下 第一个数据 比如说i等于1的时候 就是说 第一个数据存哪个 第二个数据存哪个 是吧 把对应位置的东西啊 放上对应的数据 也就是说 把数据啊 都存在这个IMGS里边 然后啊 对于Label这个东西啊 对于Label这个东西啊 我在看这里啊 我又给大家增加了点 尤其难度啊 就是说 假设有这么一个事 这个东西啊 其实蛮重要的 我估计啊 大家可能也会遇到 比如说啊 原来的图片啊 是一个 这么写 原来的图片是一个 256乘以256大小的 是吧 假设你需要得到的一个大小啊 是一个24乘以24大小 是吧 那么对于Data啊 咱们直接Resize就好了 那么对于Label呢 咱们想一想 对于Label来说啊 咱们一旦把这个图像啊 从256变到了24 那是不是说 它进行了一个压缩呀 那压缩完了之后 你原来给的这些Label 这些点呢 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吧 假如说 咱们现在想得到 这个24乘以24的一个Label 咱们怎么办啊 咱们是不是要对这个Label 也进行一个变换啊 是吧 因为咱们把图像 给进行压缩了 所以说 咱们也需要把Label 进行一个变换 是吧 就是说 Label是跟咱们这个大小 是对应的 比如说原始是256乘以256的 对应这个Label1 那么现在咱们 resize成24乘以24 咱们现在啊 就不能再拿那个Label1了 咱们要拿Label2 Label2呢 要对 就是说 Label2就是说 对Label1啊 也进行了一个变换 是吧 因为咱们在resize图像的时候啊 它的Label的位置 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也要把Label位置的变换啊 给它找到 就是说 这里啊 又加了这么一个事啊 假设说 假设说原来是256的 咱们现在呢 要转换成24的了 所以说 对于每一个Label点啊 咱们也要做 这样的一个Label的变换 是吧 就是说 简单的 做这么一个Label的变换 然后下面啊 就是 BitchSize BitchSize什么意思啊 这个BitchSize啊 就是说 咱们不是要做 这个HDF5的数据员吗 是吧 但是啊 假设如果说 你现在手里的数据量啊 比较大 是吧 咱们边写边说吧 假设说呀 你有三万笔Data 是吧 哎呀 你这个量很大 那咱们来想一想 你三万笔这个Data啊 放在一个.h5 就是说 放在一个HDF5 这个文件里啊 好像不太科学 是吧 咱们一般怎么办啊 咱们一般啊 就是说 不希望一个HD 一个.h5 这样的文件里啊 放太多太多 这样的数据 是吧 这样会造成 读得很慢 咱们创建也很慢 咱们一般怎么做 咱们把这个三万笔数据 比如说 我给它分成五份 是吧 放在五个.h5 也就是说 这里啊 有1.h5 h5 还有这个2.h5 还有这个3.h5 一直啊 到4.h5 5.h5 是吧 咱们啊 就是说 通过不同的.h5文件啊 存储这个比较大的文件 是吧 咱们一般啊 都是这么来做的 在这里啊 就是说 一般来说 咱们这个 我来给你这个说吧 一般来说啊 咱们这个BateSize 就是说 一个.h5里啊 最多能装多大呢 以我目前的经验来看 就是说我之前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事啊 一般来说啊 是不超过8000的啊 我是一般都不超过8000 认为啊 就是每8000个存成一个.h5 每8000个再存成一个.h5文件啊 这个大家也可以实际的通过自己的计算机的性能啊 以及啊 咱们想要做多少为数 来做这个事 其实啊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啊 分成10个和分成20个 没什么太大影响 只不过说呢 一般来说啊 咱们计算机有个瓶颈 是吧 咱们啊 就是考虑到这个瓶颈的问题 咱们啊 让一个by展不要太大 是吧 就这么一个事 那么这里啊 就是说啊 因为我这里 我只构造出来了三个图像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就写成1啊 就是说每一个文件啊 每一个图像构造成一个.h5的文件 然后啊 下面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你也可以对你 就是啊 做好了这个label 做好了这个data 是吧 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求命的操作 啊 就是说 咱们啊 也可以在这个制作点 制作hdf5的时候啊 做一些数据预处理的操作啊 比如说 最简单的数据预处理操作 就是啊 对于你的data 你的data 你要减去一个命值 是吧 哎 这个是咱们经常做的 那么啊 咱们也可以对一个label 是吧 比如说你的label 你也可以减去命值 是吧 哎 也没关系啊 你也可以做这个 预处理的初始化的办法 但是呢 不要忘了一个事 就是说 如果说呀 你在这个初始阶段 你用这个label啊 减去了你这个命值 就是说命值呢 就是说label的命值 是吧 你用这个label减去了 它这个命值之后 这个是m1 这个m2 m1和m2不一样 m1呢 是由data算出来命值 m2呢 是由所有的label算出来命值 如果说啊 在这里 你用label减去了命值之后啊 你到最后啊 实际应用的时候啊 你还要把这个命值 给它加上啊 最后啊 别忘了 还要把m2给它加上 去最后预测的时候啊 就是说 还有这么一个事儿 一般来说啊 咱们为什么减命值啊 减命值啊 就是说 让它以零为中心化啊 就是说 一般呢 什么叫零为中心化 比如说 现在数据长这样式的 它不是以零为中心化 是吧 咱们减完命值后 它就可能变成一个这样式的 以零为中心化的一个数据 咱们一般呢 就是说 从数据挖掘角度来讲啊 一个实际项目来了 咱们都希望数据啊 是以零为中心化的分布啊 更有利于咱们做预测的 就是说 咱们可以啊 在做HDF5的时候啊 把这个事儿也给它加上 然后啊 这部就是啊 做了一些啊 这个这个 预处理的东西 然后咱们今晚看啊 咱们在这里啊 打开了两个文件夹啊 打开两个文件夹 一会儿咱们运行完了 就知道 这两个文件夹 存什么东西了 下面都是很简单的操作了 下面就是说 对于这个文件啊 咱们对于咱们刚才那个数据啊 一个一个便利是吧 一个byte一个byte来 然后呢 咱们要做一些什么事啊 主要就是这一点啊 这块就是说 咱们通过了这个 H5PY 也就是咱们刚才的 第一个包是吧 通过这个包 咱们要做这个HDF5 这个数据员了啊 其实很简单是吧 我们直接FDR CreateDataSet 直接调它这个API 然后呢 咱们啊 指定一下名字 指定一下Data 指定一下Label 是吧 咱们就告诉一下子 咱们现在要做的 这个东西啊 里边都包含什么 是吧 比如说 这个Data里边啊 它包含了 就是报等于啊 就是Data等于 NP.Array 就是咱们刚才构造的 Imagines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啊 咱们最开始不是构造了 这么一个Imagines吗 咱们慢慢往里填是吧 最后填满了之后啊 咱们就把Imagines 就是说有个Start 有个And 就是说 控制着咱们这是第几个 是吧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个解并的操作 我们看 Start和And在这呢 就是说啊 咱们这里啊 我现在来算的 就是说啊 这里是一个一个往里填的啊 就是说 咱们一个一个往里填 Start和And 只是相差为1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关于我的代码 可能并不是最优的 但是啊 它是百分百可以运行起来的啊 咱们大家如果说 关于这点啊 有什么好的优惠方法 咱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写 然后啊 其实后面这个东西啊 也就是S S array type 我们注意到这里啊 一定要是NP点float32啊 为什么是float32呢 一般的GPU的运算都要求 咱们是float32的形式 所以说啊 这里不要忘了这点 咱们把它转换成一个float32的形式 那么啊 就是说啊 上面啊 对于这个data 咱们是这么做的 对于label 咱们也是这么做 是吧 就是说啊 对于label data 咱们是imagines 就是说imagines啊 咱们刚才里是存的一个是图像的数据 label私底呢 存在的是这个label数据 是吧 这行代码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把这两个数据啊 转换成一个A15的格式 用A15的格式啊 来存这两个数据啊 就是简简单单的 做了这么一个事啊 没做 没有什么其他难的东西啊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啊 下面啊 下面就是说 我再打开两个文件夹 来写一些东西啊 写一些东西啊 咱们实际的运行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 就知道写什么了 好 运行一下 因为啊 咱们只有三个数据嘛 所以说 这个运行速度啊 还是蛮快的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HDF5 我们看啊 我们在 我们就是 刚才指定的路径啊 就是现在这个 A15路径 是吧 我们看啊 咱们造出来了 test啊 就是说 现在有个寸0.H5 以及寸1.H5 是吧 我做出了两个 这个训练级 两个.H5 他们是用寸开头的 哎 它俩是训练级 然后呢 做了一个测试级 是吧 这个训练级啊 和测试级 它的比例啊 这个是要求大家自己去调的 是吧 咱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比例啊 只需要在代码里啊 稍微的改那么一点 咱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你想要的比例了 这个没什么难的 然后啊 刚才就是说 刚才不是说 这块咱们打开了两个文件吗 是吧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文件啊 里边写了什么东西 这有一个test.tst 以及tst.tst 啊 因为这个 我重新来写 我重新来写一下 因为 我重新生成一下 刚才 生成了太多次了 里边的东西啊 生成了好几个了 我重新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运行完了 我们看 我们看啊 就是这个test.tl.t啊 里边装什么 里边装的 是不是这个test0.h5 它的路径是吧 就是装的这个test0.h5的路径是吧 我们看这个tst的里边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这个t0.h5 以及t1.h5的路径是吧 也就是说 把它的路径 写到这里了 把这个test的路径 写到test里是吧 那么现在咱们做好了 做完了这两个tl.t啊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之前啊 说过了这个 这个数据层 我看一下 说了完了 这个hdf5的数据源是吧 他们说这个hdf5的数据源需要什么 是不是说需要咱们在这里啊 指定tl.t 这是比如说 这个写个include的 这个tl这个阶段是吧 我们写这个tl.t 那么这个tl.t啊 里边写什么 这个tl.t啊 里边 关一些东西吧 这个tl.t啊 里边就写上 咱们刚才造了两个点h5吗 就把这两个点h5啊 写成分别写到这个tl.t里是吧 那么咱们啊就能拿到这个寸0.h5 以及寸1.t 寸1.h5了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通过一个点tl.t的形式啊 把咱们刚才所生成的点h5啊 都组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就是说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咱们怎么样去制作这个hdf5这个数据员是吧 那么做完hdf5数据员之后啊 咱们其实啊 运行起来 跟那个训练lmdb数据员训练起来 其实没差太大东西是吧 只不过说呢 咱们制作数据员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lmdb啊 咱们是通过它那个脚本来 hdf5呢 大家就可以通过我这个脚本来啊 到时候啊 我会把这些资料都上传进去啊 大家直接呃如果懒的话啊 我就推荐大家直接用我这个呃 用我写好的这个脚本啊 直接来运行就行了 我们可以看啊 其实没有太多的代码量是吧 只不过说呢 在这里啊 要对你的呃 读进来的输入做一个预处理是吧 然后呢 如果说啊 你想加上一些其他的预处理啊 比如说减面啊 加面啊之类的 你也可以再加上一些预处理 那么你不加这些预处理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最后呢 你是不是把这个data和label都拿到了 data就是咱们这个通过这个cv2 读进来的 label呢 就是说通过文本读进来的 是吧 咱们直接调这个f.createdataside 是吧 f呢 就是咱们这个h5py.file这个文件 是吧 直接把他的数据 直接把他的.h5的文件给他创建一下 就OK了 其实啊 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然后呢 咱们把他俩的路径啊 就是说 这个t0.h5 以及t0.h5 把他俩路径 要写到这个t.t里 那么最后啊 咱们再告诉 咱们这个啊 数据员 咱们这个.tlt在哪啊 咱们就完成了 制作这个hdf5数据员这个事啊 也就是说完成了 制作这个多label数据员这个事啊 可以说啊 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啊 就是说 大家完全按照我这个流程来走啊 就是没问题了 那么关于啊 这个hdf5多label问题啊 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